老妈刘亦财呢 上门旅行刘亦财不是一直躲着我不见吗 然后我今天一个人骑着电瓶车来到刘亦财家 悄悄的来到刘亦财家找他 看他到底有没有在家 现在路上 去黄色一路的就是刘亦财老爸 我悄悄的过来了 他们这里就几户人家 老妈刘亦财呢 刘亦财没回来 一直没回来 一直没回来 我来拱个面 也去去了 这是孙子啊 我现在跑到楼上 然后悄悄找刘亦财 刘亦财也不在家 然后就是 他这个房门 他这个房门自锁了 因为钥匙开不了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 这个房间的话 是他妹妹的房间 他老还有一个妹妹 就是妹妹的房间 这个就是找不到人 他这个房间的房间 他在这一家里 他在这家里 可以 他在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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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好进来的是时候 就是爷爷的那个老房子 大几十年了 这木头房子今天 然后搬家 然后把它改造新房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然后一直等着刘依才回来 也没见人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真的可能要好好的去找一下了 刚刚吃了饭 爸妈也在那里 现在准备回家了 我现在刚到自己家 然后刚刚进去的时候 没有谁知道的 所以刘依才妈妈跟刘依才老爸 也是很惊奇的 真的他我确定了他不在家 楼上的房门是锁着的 所以 接下来我可能 会找那个帽子叔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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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